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您收看第一時間 您剛才看到的是中共國防疫人員 俗稱大白 正在一列運煤的火車上一本正經的給煤做核酸 煤也要做核酸?還有什麼不可以做核酸的呀? 好了 言歸正傳 習近平在美國中期選舉的這一天視察了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宣稱要準備好打仗 但結果很可能又是一次弄小乘桌 習近平最擔心的一群人來了 目前在中國的大地上正在有限逃亡潮 一方面是計畫經濟的陰霾逼近 富人外資加速逃亡 另一方面是河南鄭州除了富士康的工人大逃亡 現在大學生也在大規模逃亡 這是否拉開了中共國崩潰的序幕? 這些都是今天我們要和大家聊的話題 10月8日是美國中期選舉日 習近平卻選在這一天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新華社報導表示 這表明了全面備戰的鮮明態度 但無論中共針對誰表明態度 結果很可能又是一次弄巧成桌 10月7日 臺灣軍方證實共偵測到中共軍機63架 其中31架越過了台海中線或延長線 中共8月份環臺軍演以後 這次毫無徵兆地出動大批飛機擾臺 越過台海中線 到底是什麼目的呢? 10月8日 新華社揭曉了答案 當日 習近平身著迷彩服 現身中共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稱此行就是要亮明新一屆軍委 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強練兵備戰的決心態度 全軍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盡 堅決捍衛主權與安全 時事評論員楊威認為 中共軍機忽然大規模擾臺 和習近平視察的講話是連貫的 應該是有意選在美國的中期選舉日 等於是再次針對美國打臺灣牌 這或許是想對美國選舉產生一點影響 但可能不是中共期望的 中共當然不願看到共和黨大勝 因為共和黨已經表示掌控眾議院以後會成立中國委員會 還準備重新進行中共病毒的起源調查 這對中共絕對不是好消息 中共領導人應該也擔心 一旦共和黨大勝 前美國總統川普2024年回歸白宮的可能性就變大了 中共領導人面對川普 顯然會更加發怒 所以 中共如果試圖影響美國的中期選舉 效果只能會適得其反 如果試圖在敗席會前爭取籌碼 大概率也會落空 中共假裝強硬的後果 只能令白宮下更大重手 而且 不是大家注意到沒有 這次美國的中期選舉有一個特點 就是選舉中爭取連任的友台派議員表現亮眼 抗中派議員幾乎全數當選 而且多數都是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 可以預料下屆國會將延續強硬的抗中態勢 比如 常年在國會抗中立場鮮明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 以57.7%的得票率大勝民主黨對手 三度連任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 大家一定記得 盧比奧早前在參議院提出了法案 要制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其他幾位爭取連任的參議院臺灣連線成員也大獲全勝 包括民主黨籍參議員多數黨領袖舒默 范霍倫和魏登 以及共和黨籍的格拉斯里 莫蘭 蘭福特與史考特 以及今年兩度訪問臺灣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達克沃斯 所以 別看習近平虛張聲勢 這些對中強硬的友台議員 恰恰是習近平內心最害怕的人之一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童9日過世 鮑童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反對武力鎮壓並被逮捕 他晚年經常發表時政評論 如批評中共闖禍不認錯 共產黨迫害修煉團體法輪功犯下反人類罪 以及武漢病毒溯源的真相 恐怕與共產黨利益及命運攸關等 令外界重新思考中共的本質 對中共來說是如梗在喉 如芒在背 引發了經歷六四一代的紛紛悼念 也有人擔憂 當局將嚴控告別儀式 仍在牆內的獨立記者高瑜 9日在推特發文表示 鮑童告別儀式定於15日11點在八寶山梅廳舉行 新前 他想在八寶山送別律師張思枝 送別暴童妻子蔣宗曹 當局都給他上崗予以監視 不讓參加 自由亞洲電臺曾指 90歲的蔣宗曹 8月21日病逝 當時北京當局嚴格限制出席告別儀式的人數 熟悉暴童夫婦的異議人士全數缺席 就連晚聯也要審查 敏感人士只能屬性 不能屬名 六四後 流亡海外的作家 80年代曾引起巨大反響的電視片 和商的製片人蘇小康 9日在臉書發文悼念 他說 從1980年代過來的中國人對暴童此事都會心有戚戚焉 因為暴童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 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8964等話題永遠留在歷史中 政治的力量抹殺不了 原因也是政治對它不公道 對暴童也不公道 同樣 因為六四事件 流亡海外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閻家琪也撰文表示 沉凍悼念暴童 嚴家琪表示 三十三年來 六四的烏雲籠罩中國大地 現在烏雲更加濃密 更加低沉 更加沉重 遮遍了中國所有地方的陽光 嚴家琪說 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 33年來的中國 許多律師遭到迫害 一切為建立憲政的努力受到扼殺 其根源就在於全中國沒有正義的陽光照耀 沉痛悼念暴童 沉痛悼念六四死難者 我相信 不要很久 正義的陽光一定會照耀中國大地 為什麼說河南大事不妙 我們給大家說兩件事情 一是 據青頭殼報導 日前鄭州富士康員工大逃亡 場面驚人 引發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 沒想到 事件還未結束 富士康為了給蘋果趕工 祭出高補貼真工 但效果不佳的情況下 河南省當局竟然強制下令 要求每個村必須至少出一個人支援富士康工作 也有部分鄉鎮接到通知要下鄉抓壯丁 據財情社報導 河南省部分鄉鎮已經收到了協助鄭州富士康招募工人的任務 還有配額 除了美村至少要出一名壯丁去鄭州富士康工作之外 河南省政府還把腦筋動到了大學生的身上 要求當地學生去富士康頂港代班 還要列入畢業考核 現在中國財政越來越吃緊 而鄭州富士康也是中國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 也是河南省第一繳稅大戶 因此這次河南省當局不惜下鄉抓壯丁 也非要協助鄭州富士康復工不可 但是大家想想 這是富士康的宿舍大樓 以逃離員工的物品 就這樣被扔的滿地都是 這一幕真的是令人恐怖 一邊在學普京抓壯丁 另一邊河南大學生又開始了大逃亡 繼富士康員工逃離鄭州以後 近日中國最大的民辦高校鄭州黃河科技學院 南校區大批學生也集體衝出了校門 另有網傳消息表示 逃離學生說 到達鄭州火車站以後 該校學生全部被扣留 即使有抗原證明也不能離開 另外 近日在河南鄭州疫情防控記者會上 社區書記劉鴻英耿毅地談到了 因為疫情忙碌 缺席了女兒18歲生日的成人禮 這種有組織有目的的賣菜行為 引起了眾多網友嘲諷 不知百姓疾苦 在相關事件持續發酵後 劉鴻英8日在社區服務中心拿喇叭喊話說 我怎麼了 都是為人父母 我錯了嗎 我的稿子通通都是審過的 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些話又透露了黨國的機密 直接讓劉鴻英成為當今中國最火的女人 沒什麼 我只是錯過了他的成人禮 我忘了 因為我一直在忙 我也覺得我沒做錯什麼 電子的截圖 我把電子的截圖又轉發給我的女兒 她為我驕傲 沒什麼 哪的人我都不怕 我沒有時間去看那些瘋妙的東西 再說一下 我的稿子通通審核過的 不是我一個人想說什麼都說什麼 大家理解一下 而最新傳出的視頻顯示 劉鴻英疑似陽性確診 卻拒不隔離 拒不配合社區的防疫工作 甚至撒坡打滾耍無賴 視頻中 可以清楚聽到許多民眾大喊 把羊拉走 把羊拉走 這是書記解決的方式嗎 把羊拉走 好了 節目的最後 請大家欣賞一組圖片 這是新疆的烏魯木齊 從一個被封閉了很久的小區拍攝的 大家看看 已經整整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了 停在小區裡的汽車還是一動未動 大家想想 老百姓的日子得有多難呢 聽聽這個新疆年輕人的話吧 假如有一天我死了 我肯定不是因為奧米克戎 而是因為餓死的 好的 今天第一時間 要和您說再見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別忘了點贊 訂閱 留言 轉發這個欄目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